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 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 我想做人做事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 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 而是让我们慢慢学会交互的应用 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 甚至能够爬得更高 的确在职场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 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 但是如果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 就打通职场的关卡 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 受尽各种大小风霜 唯有懂得做人 我们才有机会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都误以为 所谓的做人就是要委曲求全 就是要让步妥协 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 在工作职场上面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 任何一个专案里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 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 一定会有冲突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无伤 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 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 继续互动 这个时候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那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够做人成功呢 小安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 那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 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 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 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 我们的同事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 毕竟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加入团队的 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当我们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 他们也会断轮的拒绝跟我们合作 身为一个顾问 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 请听不同的内部提案 我也发现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 总是会把这些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 然而那些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 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 在职场上我们往往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 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 那一切都好说 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也是用自己的逻辑 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 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 这份礼物送出去了 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 感受不到你的心意 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 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 在职场上专业就是一份善意 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 才能让这份善意真正的达到成效 在工作当中服务业里面 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叫做顾客关系管理 我认为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 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 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 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 比方说A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 还是草本的精油 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 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 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而在职场上也一样 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 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 我也会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 他常问些什么 常抱怨些什么 在意哪些重点 甚至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 想想看一个刚结婚 孩子才刚生的伙伴 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 哇 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 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 真的去了 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好好的大展身手吗 管理领导始终无法撇除掉人性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 他们的认知 他们的状况 那我们永远就无法找到一个 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 紧密连结的方法 也当然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 直以来跟人生一样 没有正确的答案 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 在面对困难时 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 才不会把自己放到死胡同当中 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 你不能没有专业 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 但是如果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 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 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习性 那就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影响力 也当然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 相信我 懂得人性将会是你未来最出众的能力 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 要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跟管理者 他回答我 他说 小安啊 这没有正确的答案 也不该是你的追寻跟向往 你该思考的 应该是如何成为伙伴们所需要的领导者跟管理者 当你成为了被需要的人 你就能发光发乐 我是小安方池勇 祝福我们都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 谢谢 开领略之门 人文讲堂 我曾经讨讨讨论的过程 我曾经讨讨论的过程 我曾经讨讨论的过程 又这么重ا